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2公里自走炮 还有120公里口径的破炮等武器 展开炮击 造成乌军两死四伤 地表上也留下各式各样的弹坑 他们同时指控 反对势力故意把自己的火炮 安排在这个盾力刺客人口聪明的区域 就是要吸引政府军还击 来帮俄罗斯制造乌克兰屠杀平民的开战借口 而美方也警告 俄罗斯已经有大概40%到50个兵力 部署到战斗位置 一旦这样一个栽赃行动奏效 就会开始入侵乌克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